你 艾成說你們家是 前陣王瞳跟男藝人拍 親熱戲然後 熱毛你了 剛開始啦 因為這部戲真的拍得很入骨 你看他們的親密戲 你可以看得出是真的還是 是看不出來 像你們會演的你覺得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其實是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啊 明明只要借視線 對 因為每個人對於理解劇情 是有不一樣的嘛 你可能覺得這個地方的情感是7分 我覺得9分 所以每個人認識本是不一樣嘛 所以我幾乎我覺得說如果我們 那他們到底幾分 等一下啦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處理這種東西的話 我自己啦 我不知道別人 假設7分我會把它做5分而已 那個濃烈度 那個接吻濃烈度 那如果這只是5分我會做成3分 因為第一不要讓對手 覺得我們好像是要趁機 好像多了 對 所以我們都會顧及他的感受 即便他們觀眾 或者是導演覺得我們好像少了 可是我寧願這樣不要讓他們1分 他們為了專業啊 來來大叔的愛來個7分 那5分的話 5分嘛對不對 可是我有看過喔 你看喔他過來的時候 喔 喔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那一個 有一種快要咀嚼的Fu的時候 那個就有感覺多了 你就會有一些 好像可以不用坐到那裡 而且你看他們兩個靠近的時候 那個眼神 對 這就是我講的啊 其實我覺得 那個有電流跟沒有電流 有差的好不好 我覺得可以看得出來 對 快點趕快問一下 沒有問題一下 到底有沒有問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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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不是啦 他們沒有啦 艾成 是最近這一檔嗎 因為 就這一檔啊 最近這一檔 因為廣見部我們很熟啊 對啊 你是在什麼狀況看到 因為在戲裡面演 其實我覺得演員都一樣 你有眼線對不對 所以只是 他跟憲復在拍那個過程的時候 兩個人的簡訊很多 那一段時期 那一段時期 但是我就是為這個事情去追問 我想說奇怪了 怎麼會簡訊變得那麼多 他的意思是說 他跟每一個男演員演戲 每一個時段 他都是這樣的啊 他說他跟秉諺演的時候也是這樣啊 我回想起來好像真的是 其實艾成有所不知 你說他跟 Jeff 建復演過 跟秉諺 跟蘇惟 蘇惟 還有你嘛 還有我 是感情戲喔 是感情戲 我們那時候有曾配過一對啊 我們曾經配過對啊 我們也有在日本接吻過 所以你是做到9分還是5分 你都做到10分 我們那時候應該是超過12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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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